嗨 我們現在要往三峽出發 然後要去一間叫做紫薇森林的景觀餐廳 最近的台北有點冷 今天的體感溫度好像不到五度的樣子 但是待在家裡好像會讓身體更冷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戶外享受超冷的自然風 那我們等一下紫薇森林見 其實外面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冷 對 不冷 我們剛剛停好車了 這裡是紫薇森林的停車場 停車場 今天可能真的太冷了 整個森林好像沒有太多車子 還不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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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就先去裡面 看看要幹嘛囉 掰掰 是紫薇森林戶外的座位區看出去的風景 但是今天真的太冷了 所以我們決定坐裡面 但我還是會把外面的風景拍給你們看喔 好看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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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的 好看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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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快點到一鍋酸菜白蘿蔔 我們點了一鍋酸菜白蘿蔔來吃 我自己覺得分量其實超大分的 因為它是四到五人份 然後我們是三大一小 吃起來還蠻充足的 而且它的料很多 就是不只有火鍋料 然後肉給的超多的 我們到現在吃第二回合 其實我覺得冬天上來真的蠻冷的 可是如果夏天來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更美的風景 然後我們現在天空已經有點亮了 外面的景 其實蠻美的 那我們就繼續吃飯囉 夠了 就不要喝醋 就在船桶和風より 還會喝醬汁 就算在那裡 就算喝醬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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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就喝醬汁 就算喝醬汁 就算喝醬汁 上面有一個醬汁 就算喝醬汁 就算喝醬汁 这里呢是紫薇森林二楼的户外阳台用餐区 我觉得还蛮棒的地方是 透过这里不会有玻璃窗户的阻隔 可以看到最棒的风景 但是今天只有8度 体感温度应该会更低 真的太冷了 外面真的是做不得 不过这个view真的很漂亮 很值得出来受个寒风 来看这两眼风景 刚刚加点了一份巧克力松饼 然后一份有八片 然后上面有葡萄跟香蕉 我自己觉得松饼的味道还不错 它并不会让人家觉得喉咙会有卡卡 然后很腻的感受 蛮好吃的 本来在里面还有看到外面有阳光 但是一出来之后太阳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然后有点冷 今天的午餐真的吃超久了 大概有三个小时 让我们下次再一起出来玩吧 拜 这里是延期生活 我们下次见